先跟各位讲一下,因为这个这个资料我在这个编辑讲义的时候 其实本来点选这个每日收盘行情的时候 如果之前有在下载的同学应该都知道,如果有下载过 他其实本来如果你点选这个列印HTML的时候 如果你点选这个连结,他会把那个相关的参数直接就带给你的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这个参数,我在想一样也是刚刚跟各位提到的 就是有点像反爬虫的这个意思 因为如果假设上面参数都可以看得到 也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个资料利用CreditTable 他就直接可以把资料给下载下来了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参数其实是看不到 但是你可以在那个云端上面可以看到 其实我有之前写过的那个程式 你会发现这个,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这是个股的,然后每日成交量前20名 这个你会也是这样点进来 这边有个列印HTML 这个本来后面其实有参数 这个参数在我云端白板上面的第几页 在第4页的地方其实本来是长这样 也就是后面他其实本来是会直接给我们那个就是UIL的参数 但是后来好像也是最近不久之前 他就直接把这个后面的参数直接给你拿掉了 意思就是说他就是不让你直接去抓上面的 也是你看不到 不过其实我后来踹了一下 我发现他虽然没有显示 但是目前如果你假设用之前的方式来抓 好像也是OK的啦 但是不确定说这个是不是一定未来还是可以直接去抓 所以如果假设你不确定的话 那我们可能要想别的方法了 什么方法 那就用POSE的方法去抓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必须把它变成用POSE 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如果你用POSE的方式来抓的话 这个时候可能就变成 我们要改成之前的那个 在第几个单元 前面的那个抓那个Jetson 所以这个地方 你们可能要稍微复习一下抓取Jetson的 这个范例 那当然抓取Jetson的时候 其实我们讲了蛮多种方法 那最后的话呢 其实我们后来要选择那个就是 第四种方案 那这个地方的话当然 我们会需要用到 就是不是用QTable 而是用那个XML 所以你们可以找到那个 在那个我们的第一个单元里面 汇入那个Jetson格式资料里面 那当然呢 我们主要还是用什么 用那个就是HTML File 去解析那个Jetson OK 然后解析完之后的话呢 可以得到里面我们要的资料 并且把它爬出来 但是其实我发现难度 其实还蛮高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然我们 那他为什么这样做 那当然可想而知 因为他当然就是不希望说 你那么容易就可以抓到资料 但是没有那么容易抓到 那就不能抓吗 但也不完全是 只是说我们可能要换个方式 来抓取资料 所以如果假设 我们用之前的方式 没办法 那我们可能就改 改个方式来完成 也没关系 所以呢 待会的话 你们可以试着练习看看 也就是说那个 在那个 这个证交所里面 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的几个连结 不妨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但是他以前是用Gets直接可以抓 用QTable就可以OK了 但是现在变成说他就不给你这样做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呢我们也许来 其实只要一个会 其他应该都会了 所以也许我们就先取其中一个好了 比如说个股成交好了 我刚刚已经有稍微带一下 然后里面的话 你可以假设我输入我要的那个 就是股票代号 按下查询 然后我们已经知道说 这个背后的话 基本上呢 我们会带了几个参数 所以你可以稍微 切过来 按查询 这边网路 按查询之后 那我已经知道说 原来他的那个 他的这个网址在这里 然后他的Payload在这里 OK所以呢 我们首先 那如果我想要 第一个 我们按部就班来好了 如果第一件事情 我希望先可以怎么样 先把这一串这个Json抓下来 OK 把他抓成一个字串好了 那字串完之后 我们就 但是这个字串里面 我们只需要我们要的 所以第一步 我前面讲过 如果说 我已经知道有这个Json 他已经先给我们预览 那我们可以Ctrl A C 假设了我们要抓这个 个股里面的资料 但是我们不是 这个里面所有资料都要 我们要的资料 可能就是这个表格里面有的 那我怎么知道Json里面哪些是要的 那我是建议 因为像这个Json的档案 其实阅读不方便 所以我前面好像有跟各位讲一个工具 那个工具不需要安装 它云端的 但是你可能要记一个关键字 叫什么JsonEdit 这个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你可以打一个JsonEdit 或者打一个 其他都出现了 然后呢 你可以把刚刚产生的这个个股 我们用那个 就是个股的这个范例 来试试看 个股日成交的这个 资讯这边 然后 我们把回应里面的这个Ctrl A C 然后呢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贴到JsonEdit里面 然后呢先切到那个Test 把这个Test里面 一样Ctrl A 然后Ctrl V 贴上 OK 那你可以看到 它贴上之后呢 如果它因为理论上 Json就是一个物件 如果在JavaScript里面 它就直接把它当一个物件 那可以取得它里面的资料 所以我可以把它在贴上之后 切换为一个Tree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呢 它就会显示说 你这个Tree里面呢 到底有哪些 所以你这个Tree 假如把它关掉了 收折 里面的话其实就会有六个ID 六个ID里面呢 到底我们资料放哪里呢 其实猜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应该是Data Data里面有15个项目 所以把它展开来 OK 那第一个的话 第一个就0 那你可以看到 在里面提供的给我们什么 就是 包含是 第一栏应该是日期吧 那底下的话就是这些 那如果你不太确定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展开来应该可以 上面其实有栏位名称 包含就是日期 一直到成交比数 OK 其实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呢 假设要解析的话 那理论上就是说 我先把 他这个 Post得到的结果 那我先把它抓回来 那抓回来 其实再来就是抓这个Data的 这个Key 里面的这个Value 那个Value里面的话 总共他会有 15个项目 那这个15个项目呢 我 就是再把它里面总共有 0到8 总共有9个栏位 那分别解析放在Excel 这样就OK了 所以这个可能还是稍微要复习一下 就是之前教过的那个Jetson部分 Jetson其实还有点难 但是我们按部就不按好了 所以待会我这边已经有做好一个 这个结果 我先秀给大家看好了 就是我看一下每 这个 个股啦 假设了我今天 我要第一步就先下载 那我下载哪一些东西呢 我先把什么了 把这个 这个什么了 这个刚刚那一串那个 就是 Jetson的 这个字串 我先把它放在Range A1 好了 那我把它放在Range A1之后 底下就是把它做解析 解析的话就是先把那个Data里面 就是刚刚各位可以看到 在那个 这个JetsonEdit里面 就是这个啦 OK 那分别把这个里面的资料 一个 总共有15个Item 那15个Item的话呢 就是等于一个Item就一列啦 那总共就是2到16 OK就把它放在这边 那最后的话第二个步骤 反正你能够抓下来之后 其实应该后面就比较简单了 然后再把它切割 所以底下这个 这个等于把它取出来 切割 就是上面是完整的Jetson 然后取出Data 15个项目 然后最后的话呢 再把这个切割之后 然后呢 放在总共有9个栏位嘛 上面再放在栏位名称 那就得到我们要的结果了 那最后这边把它秀一下 第二个 OK 就最后就9个栏位 然后呢 刚刚的资料就切开来 放在这边 那就得到我们要的 这个资料的话 其实就是从刚刚的这个网址 所抓回来的 嗯 就是刚刚这边 所以 这个 证交所这边 这个 按钮按下去 这个连结 然后呢 其实就是 偵測一下 诶 那怎么写会比较简单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分两个阶段来看 第一个阶段的话 就是先取什么 把那个 Jetson的档案 直接就读进来 放在Range A1就好了 当然你说 那我可不可以放在一个 自穿变数里面 也可以啊 可是其实好像放在Range A1 比较看得到啦 如果你假设你不想要看得到的话 你说老师我喜欢那个抽象一点的 没关系你就放变数啦 只是说 看得到还是比较踏实的 OK啊你可以把它展开 Range A1 有没有就这些啦 他其实就帮你放在这边 那我们 好 第一步的话呢 其实我们主要是 利用前面的那个 下载Jetson的部分 来把它修改一下 那里面大概 程式码 其实你们可以直接拿那个 前面的Jetson 来做修改就可以了 那首先需要修改哪些地方 那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产生一个sub 这个sub名称的话就是 个股日成交资讯 然后后面的话一样 用那个xmlhttp这个物件 去做下载的动作 那第一行呢 当然我们就是先把里面的资料先清空 清空之后的话 一样就给一个连结 那这个连结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UIL 首先第一个 我们这个UIL 我是怎么call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就是 我的习惯还是确保它的正确性 所以我会在网路这边 先把资料先清掉 然后呢 让它先跑一下 比如说 给个股名称好了 11101好了 台语 然后呢 它会让我跑一下 我就知道它有个 这个 它是利用这个stack 底线day这个 然后呢 它的标头里面就是有它的 网址了 那因为呢 它是post 所以它传递后面一定也是问号 只是说这个问号 它不像那个get 它会直接放在UIL 所以呢 后面假设 我们要加的话 这个要自己串上去 所以变成说 你的网址在这里 然后你后面要加的是在 paddle这个地方 里面的那个原始码 你可以把这一串 把它复制 贴到那个 刚刚的网址的后面 中间加个问号 那串完之后的话 得到的就是这个网址 所以哦 刚刚第一个 前面这个 你加个问号 问号的话是传递 传递什么 传递总共有 一个 两个 三个参数 分别就是说 Respond的格式是Jason 不过Respond格式 后面不知道可不可以改成CSV 不过我没事啦 不过理论上 这可能 但因为它没有这个参数 我们就不要乱改 OK 不过有的时候乱试 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结果 你们不妨也可以试试看 那哪一天 哪一个 这个 个股的 股票代号 OK 所以特别注意啊 这个后面可能要自己加一下 这个第一个哦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后面一样是 引用那个就是 create object 后面的话用那个 http的 xml http 这个这个物件 那这个其实跟前面 那个Jason 下载的方式是一样的 好 再来的话呢 一样create一个object 就是叫html file 这个主要是要用来做 那个解析 決签用的物件 好 那还有个地方特别注意哦 最关键的地方 总共一 这个post你要自己查 那前面加一个问号 第二的话呢 在这个xml 点这个物件哦 就是http物件哦 open的方法后面哦 记得哦 本来是get 那你要把它改成post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传递参数 是要背后哦 背后传哦 OK 不是你就公开的传哦 OK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 主要这两个地方不太一样 那最后的话 他的send的话 就是会把那个 这个叙述 这个需求request 丢给主机 那主机就看懂了 哦 原来你是要这些资料哦 而且你是要json的资料哦 好 那他看懂之后 他就respond 所以他会有一个respond test 把最后的这些东西哦 透过这个 json 所以respond test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在那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地方看到 回应嘛 这边就是在这里 这个里面放的 其实就是respond test 所以其实等于就是把刚刚的动作 转换成一连串的程式码 然后呢 你会放就放到rangeA1里面 OK 你可以看到rangeA1里面 就有我们需要的东西了 这是第一步哦 所以刚刚看到第一步 rangeA1里面看到的 那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解析它 那解析的话呢 当然哦 我们就是 再来就是要分别把它切开来 所以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取得了 那我要怎么样把它这个资料 分别把它切成16个item 因为这个json里面 我要取出它的什么呢 取出的就是刚刚提到的 就是这一个物件里面的 它的key 叫做data 里面的这些东西 那取出来之后分别把它放在一列一列的 那这个地方可能还是一样 要跑个回圈 分别把item里面资料读出来 然后放在可能是 A2栏 因为这个A1已经放了 所以我把它往下放 就是放在A2 A3 一直放到A16 好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第一个啦 先观察一下 那这个刚刚写的这段程式嘛 当然你也可以参考前面的 或者我刚刚有把它 把那个程式嘛也先贴上来了 OK 你们如果要参考的话 可以看一下 应该是放在个股这里 你们可以看一下个股这边的话 应该是这一段 OK 第一段在这里 Step 1 就是在第9页的地方 那我画面先停止共用 请各位先试试看 先把第一步Step先抓 那抓完之后思考一下 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个 Json的物件 其实把Json的文字 转换成Json物件 然后再抓里面的资料 OK 试试看 咱们 转发 搅拐